疫情这段期间让我越来越习惯 没事就在discord上跟朋友挂在一起 线上玩桌游线上讲干话 当然还有线上一起看电影 前几天是个悠闲的礼拜五夜晚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部看起来颇娱乐的电影来看 虽然礼拜几对于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 根本没差就是了 这次挑的电影就是血色天结 老实说我居然是在所有人之中 唯一觉得还算有些看头的人 抱歉了各位 今天没办法带给你们新的看烂片系列 大家好我是超粒坊的爱德 最近常做各种Netflix电影评论推荐 想决定值不值得看的话 记得订阅一下 血色天结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 想象一下恶业追杀令 加上飞机上有蛇 加上终极警探 加上时速列车 你就会得到这部电影 故事一开头 我们就看到一架飞机 在明显被业余人士驾驶的情况下降落 机场中一群特种部队一涌而上 全部准备攻坚 情势剑拔怒找 此时一名男孩逃了出来 面对任何询问都不发抑郁 在我们看到后续发展之前 画面就切毁了飞机升空前 那名男孩Elias 与生了重病的母亲 准备从德国搭机前往美国 似乎是要治疗母亲的白血病 殊不知飞机在起飞后不久 几名恐怖分子就加持飞机 造成一片恐慌 不过这些恐怖分子有所不知 他们自己也搭错了飞机 虽然说这部不完全是烂片 但他绝对不能说是神片 对于血色天结没有任何了解的人 或许会对接下来几个转折感到非常意外 但其实这部电影也没有要花太多心思隐藏这个秘密 与其让恐怖分子的计谋 与女主角Naja的秘密互相堆叠张力 他选择在电影不到四分之一时 直接一次揭开 完全不留任何暧昧空情 我就直接提到这揭露是什么好了 不然真的无法继续讲下去 微剧透注意321 在前半段 Naja被其中一个特别疯的恐怖分子射杀 但是在几分之后 他居然就这样 活了过来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吸血鬼 而电影也透过非常扰乱节奏的回忆片段 来把这个背景故事演出来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 他是如何变成吸血鬼的 还不止如此 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回忆片段 更多余的让我们看到 他在变成吸血鬼之后 做了什么事 原本堆叠起来的张力 也不断被这些片段归零 不过在这些铺陈结束之后 我们终于能够进入重头戏了 对吧 任何人大概都会觉得吸血鬼 能够马上报答这些废物人类 这部电影虽然聪明的 Bronnaja马上屠杀这群恐怖分子 不过他并没有善用这段对峙的时间 你会以为这是让行姑影致的吸血鬼 跟普通人类斗志的大好机会 但是演起来比较像是在拖时间 而接下来的重头戏值不值得看 大概就取决于你是哪种恐怖片迷了 你要洒血宣泄的那种 还是要压抑作力难安的那种 首先电影先给你好几场灯光昏暗的动作戏 不是从暗影一跃而出的突袭 而是犹如无头苍蝇的你追我跑 在这之后他的走向更为荒唐 几乎成了僵尸片 机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咬 马上转化成吸血鬼感染更多人 而这其中的吸血鬼几乎没有任何吸血鬼的特色 更像是毫无意识见人就扑上去的丧失 电影已经花了大半时间阐述 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些角色 现在才要铺成戏份 只会让人觉得转移焦点 任何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时 也不会令人特别意外或是沮丧 不过对我来说拯救这部电影的唯一元素 就是对于母子感情的经营 Naja的儿子Elias因为知道自己母亲的病情 让他在电影中的行径合理化许多 不只是小孩的脑虫 而随着Naja越来越陷入吸血鬼的野性之中 两人的关系也产生微妙的变化 成功透过吸血鬼的设计 探讨父母为了保护孩子 究竟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父母表面上的坚强 实际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愤怒与焦虑 但是这个家庭的主题演变到最后 虽然在实质意义上华丽收场 仍然在情感上却挺空洞的 母子两人的连结没有持续发展 只剩下野性以及暴力 只见一群特种部队攻肩飞机 然后就 你看了就知道 最后血色天节还有一些挺奇特的讯息 似乎是想要讽刺资本主义 但是完全不到位 其中也透过吸血鬼及穆斯林角色映照出 不要以貌取人的议题 但是呈现得非常声音 恐怖分子都是白人 要记上懂阿拉伯语的乘客 念出阿拉伯语的宣言 或是在飞机降落之后 军方一口咬定无故的中东配角 就是恐怖分子诸如死雷 如我所说非常声音 不过老实说 虽然讲了这么多缺陷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Netflix上找东西来看的话 我还是愿意推荐这部电影 其中各个桥段虽然无法连结成一部协调的电影 虽然它不断的残害自己的故事动力 但是诸多桥段确实能够造就一种一大片预算拍B级片的娱乐 如果要说最近有什么电影能够符合礼拜五 随便看电影的标准 那就是这一部了 如果你想看Netflix上有什么值得看的作品 现在就点画面上的连结 我们内部影片见 拜